台湾搖滾樂的歷史 旅歷史旅類史輕鬆聊歷史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旅杰 對你現在看的不是其有此旅 也不是旅是戰國 今天旅的確是我們旅意史 那為什麼這樣開場呢 因為我們今天有大來賓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麼 今天要聊的歷史是台灣搖滾樂的歷史 是的我們今天現場邀請到兩個大來賓 第一位董事長樂團的主唱吉董 哈囉大家好我是旅董 第二位是我們說吉董他們最近開了一個新節目 在公視台語台叫海衛61號 為什麼叫海衛61號呢 我們請到海衛61號的製作人潘慧華 華姐 大家好我是潘慧華 OK 先跟大家介紹我跟吉董怎麼認識 那時候很多觀眾很多觀眾知道我是因為 我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做旅讀台灣 在台灣我們有一集要做什麼 要做台灣的混血文化 就是台灣因為我們是海島國家 所以我們的文化很多 什麼人都可以來 什麼人都在這裡留下 一定的文化的結果 所以我們那集是做宗教 台灣的宗教 所以台灣你要先去土教 天主教 一貫都不夠 都不自由 那時候 吉董他們剛才有一條關 那個什麼蚵仔麵線 台灣麵 台灣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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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一些好吃的宗教 都送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得到這麼小 對 現在來我們說一下我們這個節目 海衛61 為什麼叫海味61號 對 李傑 你聽到你在高雄 你在高雄小孩嗎 對 你覺得高雄人 高雄的特色是什麼 高雄的特色就是我們騎乘機 很自由 想要怎麼騎就怎麼騎 有聽到 不然我們高雄港 是啊 高雄港 你說我們 我做小孩是在草業 旁邊就鎮魚港 所以你說高雄和人港 不然是魚港 魚港啊 魚港 對啊 因為這個魚港海 你覺得高雄人有什麼氣質 海牌啊 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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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一樣 對 說話真的很海牌 不用看高雄 這麼說 主要是眼球 魚鞋這麼小的魚 不知道要看哪一行 就是海味 是 主要是我們這個節目 海味61號是公司 台語台在高雄 我們在主年成立的南部中心 好 像這樣 這個高雄可以說是台語台 可以對著高雄人 南部人的一個照顧 是 我們一個名牌在高雄 我希望對高雄在地的 鄉親 可以開到那個節目 所以我們就說 高雄人 有時候你說海味 海牌 我們就開到一個節目 跟海味61號 為什麼叫61號 對 為什麼叫61號 不是台山61 你不是看六十四的比較好嗎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這個地址在61號 所以叫做海味61號 OK 了解 這樣來講一下 吉董 我們這個節目主要是在做什麼 這 如果海味還有61號 我會當作在開餐廳 應該是 台山打 對 做美食有沒有 對 這就是 有一些 台語創造的一個團 對台灣 對台灣 都叫來 高雄 好 對 就是 因為 今天像 我們是 大家的團 都有發動 像我們 像米歐市 都有MV 是 要請他們來 錄影 把他們的聲音和他們的音 都製作得好 因為 透過的公司這個第一台 北台 跟鳳山出去 OK 我們來講一下 台灣的能夠發展 其實 我們在看台語 台語歌 是不是很大 我說他們的見解 我說他們的見解 第一 台語歌的音 比較好 因為台語有八音 八音 他說有八音 他說有八音 第二 台語歌的結束就是 它有外面 台語歌它永遠都有畫面 有故事 等一下直接就有外面 對 而且台語有很多 其實很有味道 但是很多人在批評 台語歌 以前都被批評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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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是我們歷史前有關係 對 因為 你看 比如說 鄧宇全老師 四月萬號 其實沒有比重 沒這麼漂亮 對 這麼漂亮 但是我們開始比重 夢裡渣鬼 夢龍渣鬼 港多雅舞 港多雅舞 大家說什麼 港多雅舞不是在寫我們高雄 是在寫家人 不是在寫家人 不是在寫家人 不要放在港多雅舞 我們這裡 我這次 人在唱紅極你知道嗎 現在都可以去唱歌 那那個酒醉的閻龍扒 因為要唱港多雅舞 那酒醉的說話 稍微樂樂樂 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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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多雅舞 那所以 最早都說 我們台語官都靠掉了 你們做 做的團 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不是我們早期 我們跟唱歌師說 我們要唱全台語的 他一開始其實也反對 他說 台語就比較不適合 就是 你就 對方那邊 你就沒辦法去 所以 我也是算很堅持 但是我剛才 裡面 第一場唱歌 就放兩者 好 因為他 畢竟要唱歌 唱歌師 到這時候 總是要適當的妥協 當然啦 大家不是在做公典 對嗎 之後就是 我們都改憲 唱歌的無意 好 無意就是 因為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團員 平常是大家做的 都說台語 我們這樣 要做大家 大家想要做的事情 還有 我就賺錢 在生活的 生活的工作 因為那些歌其實開始 因為 以前都真的 我們公餐廟裡 看以前大家都靠著 那開始有變化 應該是差不多 在民國七空二台 那時候 經濟開始起來 嗯 所以開始有 摸路啦 對 那些 比較 社會的基障 對 對 這個歌開始出來了 而且比較大的變化 只有 九空 對方二台 林鄉 鄉前行 再來就是 很確定的 倒退路 倒退路 啊 陳生的五百 都比方便來出來 台客搖滾一般 對 所以 我們說台語團 走到現在 你們跟台語團 走路線 跟以前 跟你們 剛才開始在參加團 有什麼 變化 我們以前的 做法會比較 突破人工 但是大家都是 算下去 現在 很多台語團 都在電腦發電 就是 一定有電音的 有嘻哈的 已經都是八八款 跟早期的 完全都不太受感 對我看 就是 越風越來越多 像你 觀眾要聽的 年輕度的 越來越看 但是有人說 跟台語老公 都沒有Copy日本 欸 早期是這樣 對啊 因為我這次 紅紅一條 應該是爺的 小路 沒有 沒有 沒有我知道 他是西川貴子 穿的北九場 為什麼 紅一條老小的比較少 紅一條老小的比較多 紅一條老小的比較多 因為流程下的那些 也算商業手法 是 因為那些房子 都覺得變 不太一樣 那些在台語圖比較紅 日本我 在日本電腦就沒什麼 對 因為他們都 不要去日本留學圈 是 那些日本 覺得比較好的歌 不用再把它 重新添辭去 好 因為 其實台語團的發展 那些老神輩 其實有一個 黃金四季 對 但是到最後 所謂 公義政策 對 所以他們先那兩個老神輩 就像 我唱外語歌 好 竟然要唱台語歌 就像文哈老師 他就去日本發展 是 我再說回來 就說 剛才立即說 明天早期的台語歌 讓我們感到比較比善 覺得比較老牌 唱台語跟我們比較無視 但是這20年來 我們會覺得 我們的台語 他們會發展 變化很大 特別是我們 這次月就做海味六十一號 我們剛才說 都是主流的台語歌 我們現在要說的是 台語的團 他們做比較肥主流 我們以前說是地下樂團 是 其實現在少年一輩 你發現他們的創作 你用台語這個藝業用得很大 特別是你剛才說 我們是一個混血 是 透爛的一個國家 他們一個音樂裡面 台語音樂 不是他們的藝人 貼材和取風 很透爛到很大 是 但是這樣說好了 我們對台語的推廣就是 我們說一個 我們本來沒有時間在說 OK 我台語很認真 說我不要聽 什麼叫練等 你跟人叫的時候 你用什麼意義 那就是你最習慣的意義 我台語很認真 但是台灣現在有在學一件事 就是全台語 台羅 其實做很多人的困惑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說音標 輸下的方式 對 甚至有的堅持用台語 你沒有全部用台語說 他還會跟你收錢 跟你秘密 你知道嗎 沒有 我覺得像 後一代就是 他願意說 多少說 多少說 我覺得 都是 自己鼓勵的 對啊 我每天都在學 台語 這個 這個 因為我每天都在學 所以我 我知道 你如果像 我一開始也反對 台語拼 我一天 我拿給他看 小孩現在的英文很好 這樣看他要練 我才發覺 這樣才是對的 我們要這樣 會這樣 要這樣 會這樣 還要這樣 其實我們才會這樣 是 因為我們台語台 你現在 在推出所謂的台語 這樣沒有意 你覺得哪個困難 我哪個困難 當然 我們推出台語 就是說 要怎麼想 這個年輕人 他想要來看 他對這個意見有性處 像海米六十一號 其實這是一個台語特地的合團 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來參與 所以我們搖籤的都是年輕人 我們聽他們的節目 我剛才說的 他們過去的音樂 過去真的不一樣 真趴 你說那個Punk 搖滾 電音 電音 這種創作你會發現 要這麼多年輕人來參與 所以我們希望海米六十一號 提供這種的北台 讓年輕人來表演 所以他現在會鼓勵他們來衝動 我發覺一個部分 少年人會要唱台語歌 但是你當我們要訪問 教養台語什麼要說 合理啦 因為 我們說台語這件事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問題 叫做 回頭症 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我本身也這樣 比如說 像我跟我母親說台語 我跟我母親說台語 對 但是要說小孩在那裡做好 沒有了解 休閃不亂跑 對啊 這個問題 這就 對我們這個演講下去 就很明顯了 所以台語沒有這麼冷靜 他沒有這麼冷靜 有時候在看台語 他變成看過 他跟他疲勞不相處 對啊 是啊 這要怎麼記憶 因為你們現在很多台語的 教學 我實在是看你拍照都摸在那裡 就像 那老兄姐說的 現在的小孩就是 他要知道 後面 他要靠台語的衛生 他就能進去 好 當然這是一個大環境有關係 你像李一姐 他現在做這個節目 講台語很難 人家會覺得 聽了他在講台語 覺得不錯 當然就是說 你年輕老鼠 家長也不在講 小孩也不在講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家長如果願意跟小孩說 就知道小孩會想要講 想要聽 這也是你說的 我們台語台現在做節目的問題 就說 要怎麼像年輕人 所以直到說 我們現在現實是 我們台語台也有一些動畫 公民的動畫 我們跟台語配音 哇 那收視率就很高 就是我們的內容 要怎麼擴展 要讓年輕人 是孩子會想要聽 這也是一部分 讓他們覺得 你剛開始說 我們的台語都 跟一些老台語 你別人會聽嗎 這當然是一方面 就是一個台語的福電 另外一方面 也透過貼宅的 存在貼宅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新的台語 我們前主席也會推薦 有巡迴演講 就是 頂年 今年 現在 美國有很明顯的法官 就是 華僑 華僑 台僑 對 中僑 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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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是 我們頂年 像以前用來的 宣偉僑 所以我們都是 對台語 我們對台語 所以 剛好我台語沒有問題 如果那天 我們要 中僑人去回家的時候 還在那裡 假行李 兩個 看到應該就是 華人 我就要從那裡 這樣 這樣是 不好意思 照過 我看到 我看到 我 你台灣人 因為那種很像 是啊 但是這樣說 因為 時代在進步 有很多音 很多義 本來台語裡面是沒有的 這樣說 其實我們台語 真的 他Q口很多 這就是我們台語 議員的 他的豐富 他的多文化 他沒有想到 國際一樣 因為他是國際議員 他有一個標準音 我們台語 過去雖然是搭 但是那個地方 也有在運用 所以他的Q口可以保留掉 其實李傑 你有稍微平和Q嗎 我的平和Q沒有這麼長 Q稍微有 我們這比較透過 海港Q 稍微有你去透過對不對 這就是說 我們這個議員 他的豐富 你說一個音 對一例 這可能 現實是比較沒辦法 但是我們可以用 通俗的一個藝術 對應他的藝術 來做 這個 用俗下的一個表現 對 當然 剛才應該 給年輕人 年輕人 想要學台語 這也是學習的方法 當然 所以我剛才在說 我們不是說 台語要怎麼學台語 我說 你說你去看 豐富 我也是在學台語 沒有聊到公司 十四代 我看 好 因為我台語 台語是 你不知道 其實那台語台 我們就這樣出來 但是要說 我們說到 文化本來就是 所謂的文化霸權 全世界到什麼 美式的文化 可以 實行 哪有文化霸權的存在 那在華語的文化 裡面 甚至到達我們的台語文化 也有所謂的 華語文化霸權的存在 所以像 現在這些年輕人 要投入這個台語 英國的市場 不會 其實 我們早期都沒有補助 現在的英國團 如果比較好 也有唱無語的 他們都沒有補助 都沒有補助 都沒有補助 會去文化霸權 那些東西不錯 基本上都會補助 華姐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 台語這件事 現在很多少人跟他說 台語 很下味 很痛 但是 也是有這段 更多人跟他說 台語是 比較沒水準的意義 我覺得 當然這種的 我們的收穫 或是過去 我們過去的遺憾 夠有影響 還有主流媒體的關係 所以人們會覺得說 說台語 好像過去覺得 比較不水準 比較操縱 比較操縱 但是 現在就說 這也是我們台語台的 一個方面 我們要扮演的一個角色 就說 隨時現在 我們主流 溫透醫生提高之後 我們發現 台語是我們國家的議員 是 貴先生你走到外面 你說台語 人會覺得 你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這是國家議 新婚的標誌 你剛才在床上有嗎 你啊 一份臭豆腐 八十 一份臭豆腐 六十五 是啊 現在年輕人 因為他 注目藝術的提高之後 他會對這個議員 透過流行文化 這是很重的 他創作很多 很醋味 台灣味 還有一種台語歌 聽到年輕人 這就是覺得說 很不簡單的地方 現在這是處理的地方 現代 年輕人的社台語歌 他的大人 發育的 英語的 憲意的 親自然出名義 都人做好 對於我們現在 因為生活環境沒什麼 所以我們都可以做 沒有帶社台語 因為他們一直變 你換 那個多樣性 就跟我們 那個時代沒什麼 好 但是現在年輕人 我們在有所謂的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來說 我們的節目 海味六十一號 可以讓很多年輕人 樂團 來這裡表演 做MV 推廣 讓大家知道 會有這些樂團 你們也可以來邀請他們 去表演 一些商業演出 但是很多年輕人 他們現在的台語 因為 透過太多的東西 很多書 用意識的協調裡面 變成怪怪 對 大部分樂團 部分都是電動音 如果這個音 唱得很流 就是 變藝術的舞蹈 好 因為 你是我的醫生 你怎麼說 你是我的醫生 對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 我一次性感到 鄭金儀 鄭大哥在開槓 號稱音樂過才 對嘛 我 鄭金儀 鄭大哥 他這次人下的歌太多了 有千的 有千的也很多 你想譬如說 雞翁 我一回 我一回看 鄭大哥 你這雞翁 這個歌是怎麼下手 什麼 他說其實 他說台語歌 出不來 他就是在講話而已 是啊 他有背音 所以他的音 他的音 他下 他說 第一句話 他想 有一個我們哪兒 就是歌啊 就是歌啊 你說的要點 其實我們台語的特色 他是一個聲調 藝原油 八條 你說話怎麼唱歌一樣 他可以說 他就是 俗俗好歌就出來了 對啊 這就是在說 鄭金儀主席 我們年輕人在創作台語歌 尤其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動音 他想說 覺得唱得很厲害 但是對台語的聲調 所以他用發音的音 去想到台語 這是憲俗 我們年輕時來流行的台語 還要遇到比較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 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動作 你要怎麼讓這些年輕人 可以遇到台語的音 因為 這個畢竟不是他長期 習慣俗用的語言 對 其實剛才說 從剛才的問題 就是電動音 我想問 我其實比較不會想全部要求 想問他第一次要唱 第二次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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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什麼 會了解 我覺得不用對這個步 太太太 那比較開放 是台語 面對現在台語不好 一些聲音 想要創作台語歌 但是你說 我們沒煙才會沒煙 有自己的堅持 沒煙給你煙 沒煙給你煙 你怎麼看 也是有 也是有 這就還需要溝通 你會說 沒煙 請去想評審 其實就是說 對啦 要先開放高雷 我們跟代表去調整 海味六十一個 我們現主席最做的 就說 我們鼓勵 你做三條台語歌 原創的 你會來唱 未來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任務 是不是說 你說的 這段 倒他們的問題 你台語這樣唱就怪怪 我們說 我們未來的節目 可以有一些專業的老師 像基董 一些專業的音樂人 可以讓他們記得 讓他們台語的創作 更加提升 比較不會有這種 聽得懂的 這個專業 如果說六年的時候 我跟我說 很難聽 台語台語有問題 可以收到很多 跟我說的 基本上 少人的朋友都聽得懂 因為我為了台語的聲音 我不是說 他有什麼 我們現在一個 正式規的企業 那個老闆是台語的 台語的 台語的 他一次 他的同學 不要都做高修 做什麼 他一次說 類似大家 做會 做燈 開工的時候 說要說 我講到我了 他老闆聽得懂 他心想我 不然 找到一個演講 結果 他們就派他們 人家鄉立 來跟我記憶 一般 其實我演講 就在 大家先對好 先設定好 大家是一個題目 你們不介意 也有一個題目 都沒辦法 理學的題目 我沒辦法就不說了 這樣 他都先叫我講 他說 我睡覺 你知道嗎 蜘蛛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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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平坑給我叫 你知道嗎 你可以開始 他說 不是你搖槍 我可以這樣 我找車子 他也是 改說什麼 我怎麼說 怎麼說 到想不到 他說 我說完 你知道嗎 10分鐘我台下報一下 我要說什麼 他說 社工 把手叫我 蜘蛛叫我 蜘蛛叫我 老實說 兩個問題 第一個 比如說 這一段 你可不可以這樣講 這樣講 這樣講 第二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蜂蜜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蜂蜜 你知道嗎 說 第一 第一 對你來講 那是蜂蜜 對我來講 那是母語 第二 關於內容的部分 或許你不太相信 我是個文人 文人對自己的東西 有一定他媽的堅持 我也不相信 我都八台 我就 借問他媽媽好生沒了 我頭就走 當然 年紀前家 我們就不會媽媽出頭了 我們就切起來說 我看 你當時要講 那天我四天可能沒辦法 那天我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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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情難過 我頭就走 各位網路的觀眾朋友 時隔五年之後 呂傑的YouTube頻道 又重啟了 那喜歡聊歷史的朋友 喜歡聊時事的朋友 喜歡聽呂傑聊天的朋友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呂傑歷史正極天下 散播歡的 散播愛 終明